其實還有一個 這算很年輕的大傢伙 50歲的婆婆 那在臉書靠北媳婦PO文 說自己只有一個獨子 可是有一個 很感激態的媳婦 鐵哥 這是怎樣 她就是 她的媳婦就是雙面人 兒子在家的時候就 媽 你要不要喝茶 媽 我去洗碗 媽 我幹嘛 兒子一轉身離開 就叫她媽媽老太婆 老太婆 妳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那這個婆婆她到最後 就也忍不住 也上了網路上去PO文爆料了 她就覺得她怎麼會有一個 這樣的媳婦 然後問大家應該怎麼樣解決 然後她就是 她的意思就講說 有一天她的那個媳婦 叫她進去那個廚房的時候 忽然稱她為死老太婆 然後說死老太婆 我知道你很不喜歡我啦 可是你應該也不會不喜歡你的孩子吧 因為這個婆婆一直想說 房子其實是她老公留下來的 然後呢她的兒子一直想要搬出去住 但是其實她的兒子的目的 是想要留住這間房子 請她媽媽搬出去住 可是媽媽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老公留下來的 我應該要住在這個房子 要搬出去 也是你們搬出去 但是呢她這個媳婦就跑來跟她講說 你這個死老太婆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們 你也想我們搬出去 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應該也很愛你的兒子 應該我們這一家人 那麼多人要搬出去很麻煩 你一個人搬出去其實比較快 所以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就是一個人自己搬出去 然後她的婆婆就很生氣想說 我哪有這種媳婦 在我的兒子面前就是跟我很好 然後兒子一離開 就想要我離開這個家 可是這個婆婆就想說 房子是老公留下來的 我應該要死守在這個家裡面 所以她就上網問大家說 應該怎麼辦 我搬出去也沒關係 你一個月我10萬搬出去 可是不可能 她有開口嗎 沒有 她沒開口 她只是上網問網友說 請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像現在很多 像有兩個老夫妻是 那個都是退休的 那夫婦都雙親嘛 那為了養兩個 把兩個小孩子等於說培育好 所以中學都給他們上了很貴的 什麼什麼的 然後名校對不對 然後雙語學校對不對 然後兩個念到大學畢業 兩個都鼓勵他們去念研究所 其實也不是讀書的材料 但是呢就這樣培養到後來 然後最後大概兩個都 然後哥哥先到了四分年 你弟弟過一年也要結婚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結婚應該 我們可以同時舉行 然後讓爸爸媽省一點錢 然後呢 但是我們要有房子 所以他們就計算說 爸爸媽其實沒有什麼錢 因為兩個上班族 當初買了那個 仁愛入宿中 那個房子算不錯 現在可以賣到 實價登入有4500萬 所以兩個兒子說 我們各領2000 500萬你們讓你們 好老的 養老 對 那你台北不能生活 你們回宜蘭區 好吃家庭 你知道嗎 這個老人家在台北 已經住四十幾年了 而且台北什麼大都運輸都很好 醫院也在這邊 所有朋友都在這邊 然後你回到鄉下 我怎麼辦 沒有熟人啊 但是小孩就說 我們只有500萬 想要留給你 500萬萬一一個生病 用標靶治療就100多萬 你說怎麼辦 如果拿門工會怎麼辦 去台北火車站的地下 頂賞廠那也不錯 對啊 那你冬天不會很難 一個睡袋就好 而且鄰居很多 帶名貝 不是